插足别人婚姻 嚣张对袁佩翻白眼 如今怀孕困难被群嘲 张萌究竟做了什么 近日 张萌在直播间放声大哭 因为自己结婚多年 至今都无法怀孕 尽管已经做足准备 但就是怀不上 这让张萌痛哭流涕 她想不明白究竟 是做错了哪一步 对于张萌的这番行为 不少网友表示 做小三真的是恶有恶报 而令人抓马的是 作为被张萌破坏婚姻的受害者 刘雨昕则发文感叹 人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让不少人认为 刘雨昕此举世在嘲讽张萌 不过说提起两人的恩怨 大概也能理解 刘雨昕此刻的落井下石 曾经出演步步惊心 刘雨昕名声大噪 正处在事业巅峰期 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她偏偏选择了隐婚生子 丈夫李萌也并不是省油的灯 即便家里有人 还是忍不住出去捏花惹草 甚至还称自己未婚 于是在一档恋爱节目中 李萌结识了张萌 两人在节目中的互动 吸引不少的CP粉 不少网友都希望现实中 两人能够走在一起 就在大家沉浸在科CP的世界时 突然有位男子发布了 自己和张萌的亲密照 并称自己是张萌老公 如此爆炸的新闻 立刻引的网友关注起来 很快大家就发现 照片中的男子像极了李萌 两人关系也因此曝光 怎料此时刘雨昕突然发文 拆穿李萌隐婚的事实 并表示自己为了李萌 已经流产两次 本以为对方能够婚后收心 没想到还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对于李萌接二连三的背叛 刘雨昕受够折磨 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而被怀疑之三当三的张萌 也赶紧和李萌官宣分手 并一再强调自己 和李萌认识是一位朋友介绍 自己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 随后又在微博发了 一张翻白眼的图片 来挑衅刘雨昕 对于张萌这一嚣张行为 网友忍不住吐槽 当三也就算了 还发白眼图来挑衅原配 实在是嚣张至极 面对网友的讨伐 张萌也赶紧收敛起来 表示这个微博不是 自己发的 他的账号密码已经找不到了 但如此说辞 并没有得到网友的信任 毕竟图片可是张萌的自拍 就算丢了密码 也不可能拿到张萌手机里的自拍 而因如此 不少网友认为 张萌就是一个茶言茶语的绿茶表 加上之后张萌整容的新闻传出 网友彻底不相信 这位委屈巴巴的女星了 有了小三丑闻 找张萌拍戏的人也越来越少 直到某档演技类综艺 张萌受余政邀约 终于有了落脸的机会 他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非常后悔整容 吵了一波热度后 张萌又借机向刘雨昕道歉 发文表示自己当初年龄小 现在也知道错了 既然张萌主动示好 又在微博上 刘雨昕也不好再计较 只能接受对方的道歉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张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道歉了 已经道过歉再来一遍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早前 刘雨昕曾发微博表示 自己是军人身份 之后又列出刑法 破坏军人家庭事 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所以张萌的道歉 是不是为了逃避坐牢 就另当别论了 甚至刘雨昕也曾提过 自己本不想卷入纷争 却总是被对方团队拉进去 反而指责他蹭热度 这让他无法忍受 不过如今张萌 虽然已经不混演艺圈 依旧是有钱可赚 和老公小五一起卖火 起初大家也并不看好两人的恋情 毕竟一个是出了名的 知三当三 一个也有出轨绯闻 没想到的是 这俩竟然还真结了婚 甚至还维持了好几年 就在两人七级被孕时 张萌却备受打击 失了很多次也无法怀孕 如今面对刘雨昕的嘲讽 她恐怕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当初破坏别人家庭的 可是她自己